讲台语一直是我从小到大的头 因为以前的人不能讲台语嘛 所以家长就会不教你台语 然后我们就只听着懂不会讲 所以现在出现这个网站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我们可以学台语 看 看 看 OK 开始吧 好 各位这个提案的名字很鸟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做一个 台湾现在在封参与式预算 其实就是各项的参与式XX 政府会给一笔钱 然后呢叫民众去提案 但是呢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像我 阿赫我没有命名到这边 就说呢 哈哈哈 那我要先说他真的就是社造做很久 然后以办学在做社区营造的前辈 然后昨天就在我脸书留言啊 他就说 嗯 就是借用一下 现在呢 有一堆政府在推参与式XX 然后由上而下大力推动 他很担心这种原意呢 好像这样的好意流于形式 然后就做到烂 那这样子民间有那么多人在做 他很担心之后就会很失望无力 所以他希望有个经验整理检讨跟反省的机制 然后没想到 阿赫我也没有看到 就有一个人就是在我的脸书上说 好吧 那我们来盘整经验了 那现在到底有多少县市在做参与式预算 参与式XX呢 看观新北市 这边有六十万 这边有五百万 这边有四百万 然后像这边去年有六百万 这边也有五百万 这这么多的百万 还有一个人号称有五亿 可是其实我想要说的就是 在台湾 现在从去年到现在 县市政府已经陆续丢了那么多钱下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呢 那到底后续的状况是什么 人们的提案到底是有哪些类型 那政府又是怎么去回应跟执行呢 因为现在看似遍地开花 有好多的参与式XX 可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开了哪些花 所以接下来希望就是有人愿意跳坑 就是将整个各个县市 可能是不同层级的参与式提案 透过视觉化呈现台湾整体的提案地图 那所以现在会需要有各个县市提案可能的栏位 那Push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到处都有小朋友 所以我们也要努力的跟有做的参与式预算的 县市政府来谈提案的开放资料的释出 那希望还可以进一步做到的是 政府接下来怎么对应 然后他们的后续回应或是民间施作的提案是什么样子 所以简单来讲 希望未来这个网站可以给任何想知道 Follow台湾各地民众参与式预算或参与式XX 到底有哪些提案那政府回应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目前的想象是可能第一步需要有呃 城市写自动就是产生自动这种全台最新参与式预算的计划书跟提案书 像早上我就知道说原来现在桃园也要开始做参与式预算 可是我来不及再回到我们的PPT上再去画一格 那我们就是在想这是第一步 那接下来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拿到这些栏位的时候 开始做这让它呈现出来 像这就是台北市会提供的栏位 好那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地图 我们只是希望最后台湾也有一张像纽约的这样子的地图 然后点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提案的内容跟预算 然后甚至再加一层是政府后来怎么做 OK谢谢大家 好那下一位